水 这是水 是你我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你曾经想过 水它是从何而来 又如何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呢 面对这些问题 我们都显得相当陌生 都市的河川 从你我的生活被隔绝 而过往那些 在西边游玩的孩童身影 渐渐不载 生活用水 则往往必须面对着 雨季淹水 汗季缺水的困境 农业 宁生和工业 争相进竹水资源 你看 这样的美景 我们能够再看多久呢 现在是时候 让我们回头思考 人与水的关系 2030环境大浩劫 水资源争夺